2024太平洋南岛联合封联节7月19到21号 要在花莲县立体育场旁边德新大草坪来举行 封联节系列活动继大会舞歌曲出炉之后 在16号的晚间是进行大会舞的争选决赛 经过初选挑出12队伍在日出大道上 一序演出选出最终做事 2024太平洋南岛联合封联节大会舞的舞马 大会舞争选比赛现场聚集很多民众到场 来观赏及加油 而15支历年大会舞更是嗨翻了全场 提前为今年的丰联节活动来热身 用跳跃简单的舞蹈是泰鲁哥组五马 随着创作者的音乐旋律 前来欣赏比赛的观众可以说是曾经在云术民族的业务声当中 宽联节服针对大会舞争选方式出选以及决赛进行两个阶段 由21组队伍经由网络报名方式参加出赛 经由评审进行出赛选拔 最后12组进入决赛 而在16号晚间经过一个小时的决赛 九位评审一致共识 联合封联节大会舞必须具备泰鲁哥组的元素 简单易学 族群连结以及创新的内涵 参算队伍表现精彩亮眼 舞蹈风格也逐渐能够迈向国际级文化活动水准 当然我们12次队伍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我们在出赛的时候总共有21队参加 我们经过出赛选出了12队参加今天的决赛 那今天的12队的决赛 有3队入围今天的入围奖 最后PK之后呢 评审团又回到评审区去讨论 结果第一轮的投票 3队是评分秋色选不出来 那么最后呢 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 选出今年的额霸 为我们今年的大会舞的代表队 非常非常的恭喜他们 从12次队伍当中 有3次队伍入围即期PK 最后由额霸把乐舞团脱颖而出 夺下今年度的大会舞嘛 远中林舞蹈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努力 本身其实有其他的工作 然后大家都是趁空想要去体育馆学习 然后就是在家里去练习 连洗澡的时候都在练习 所以真的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然后也没想到我们终于完成 我们拿到我们的冠军 欢迎现在回应 我们行政处处处长 独顾撒运 也欢迎大家 在7月19号到21号 列宁太平洋南岛联合佛林节 好今年的大会舞选出之后呢 我们将要启动今年的联合丰年节 联合丰年节今年举办的时间是7月19号 20号21号地点仍然在德兴运动场的大草坪 欢迎全国全世界的朋友来共襄盛举 剩下最大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 吸引全国乡亲前来体验原住民的文化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跳舞 干涉到夏天的热情 记者金红一 欢迎收到